路子野 我想看重武器 你能不能多开一些重武器的玩具啊 我只能说 你走对人了 这六个箱子 都是路子野从网上搞到的一些重武器 我相信看完这个之后 你绝对会说一个字 爽 别看这个盒子小 人家的名字却很霸气 叫爆裂左轮 左轮还可以爆裂 到底怎么回事呢 就这个长相 确实跟我们之前看到的不太一样 这里有个开关 我们只要轻轻一拨 直接弹出来了 嘿 别说 这个装弹方式还真是炸裂般的存在 不过要是论装武器的机会来说 它只能排个老六 其实大家伙都在后面 小伙伴们 这部火箭炮就来了 退去这神秘的面纱 我们看看他是贼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四面发射炮 开始 装弹 射击 这个怎么变成哑蛋了 重来一遍啊 这次我们来一个四弹启发 这个怎么没发射出来呢 糟了 这次可能是买到坏的了 那不如看这个 M79发射器 我想他应该不会让我们失望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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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看我们这40毫米的榴弹炮 其实在他的弹头有三个插口 我们只需要把软弹塞进去 然后就可以进行三连发了 不过这时候你会发现 M79榴弹帽发射器 怎么变成 线弹枪了 一次性发射三个子弹 所以我感觉 他肯定没有我手里面这一款好玩 现在我手里面的这一把 就是MG3机关枪 只要你拿起这把机关枪架在高地 那么你就是这个高地档王不信 来 看效果 虽然他的这个设计 是可以手动单发 还有电动单发的 但是拿到他之后 说实话 要有哪几个人会忍不住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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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这个设计效果 我打满分 不过咱还是要说个缺点 就是他带着练的实在太短了 刚有点打击感 这就没了 100分扣一分 只能打99了 那么这把机关枪 大家打几分呢 但是别着急打100分哦 因为我们还有 看完这个之后 你再打分也不迟 看我组合变胜 这把我想不用多介绍了吧 MG1917重机枪 刚才我们玩的是轻机枪 现在重机枪来了 小伙伴们的选择 是不是又犹豫了 没事 来看效果 同样可以手动连发 重机枪当大剧玩 你是过这种体验吗 接下来再看看它的电动连发 只要你手速够快 它就变成了电动连发 最后切换到电动连发 那么现在知道选谁了吗 重机枪还是轻机枪 都不想选是吧 你咋知道 我还有一个啊 不过这次呢 我们就先不开了 下期视频 我们再见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